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就是一个烧油的电吹风 如果用废气驱动涡轮 再用一根传动轴带动前面的风扇 这就成了涡扇发动机 空气在内部形成了两个通道 外含道的流量比上内含道的流量就是含道比 明航客机 运输机这样的大飞机 都是用的大含道涡扇 推力大 省油 但是阻力也大 而追求速度的战斗机用的是小含道涡扇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粗一个细 风阻越大 速度越慢 但也越省油 而且只要核心机加上其他动力输出部分 就能发展出不同类型的发动机 涡轴 涡脚 燃气轮机 你听这声音吧 简直就是飞行坦克 大家平时关注最多的 也就是战斗机用的发动机 而有一点必须知道 目前世界上能独立研制三代 以及三代以上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国家 只有中美俄 美国F15 F16装备的F100 F110系列 俄罗斯苏尔西的AL31系列 以及中国的涡扇10系列 除了大推力涡扇 中推力涡扇也是另一个重要的门类 一般来说双发重型战机装两台大推力涡扇 像歼20歼16 中型战机装一台大推 歼10 F16 或者装两台中推力涡扇 你像台风 正风 F18 米格29 而轻型战机装一台中推力涡扇 比如幻云2000 骁龙 英诗 除了推力大小 大推和中推还有什么区别呢 不用解释 直接看图吧 所以都是双发 气动设计也相似 为什么当年中国坚决不要米格29 就要苏27呢 这压根就不是一个量级 那么这一点 拿重型机和轻型机对比 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那么事实上 能设计出一款怎样的战斗机 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发动机 发动机能推动多大的平台 那么设计师才能在这个平台上 去精雕细着出气动布局 飞高空高速就用小展现比加三角翼 要亚音速格斗就用中展现比 固定边条还是可动边条 压翼尾翼还是三翼面 近距偶合还是远距偶合 那就看各自的需求了 如果高速和低速 我全都要 那就试试可变后掠翼 其他雷达航链导弹 你这个平台能背多少就装多少 那么这方面如法更能够说明问题 法国长期缺乏大推力涡扇发动机 首款三代机 幻影2000用的M53中推 是一种推重比只有可怜的6.4的单轴低推比发动机 是所有三代机动力当中最差的一种 没有之一 你发动机不行 飞机就造不大 也装不了大雷达 美国的F15装两台F110大推 力打飞砖 配一个硕大的机头 加上无敌的雷达 把米格按在地上摩擦了30年 苏尔西的雷达也能做到重量接近一吨 而法国从幻影3幻影F1到幻影2000正风 雷达至今只能做到500毫米以下 70年代 法国和美国联合成立了著名的CFM公司 拿出了一代民航神器CFM56系列 法国也借合作之名偷师拿到了G19核心神器 在此基础上拿出了正风的M882发动机 总算达到了三代半中推的水平 算是现在中推里面不错的水平了 但即使如此 装两台M88中推的正风 在推重比上也比不过只装一台太航大推的歼10C 在至关重要的雷达直径和探测距离上也不如后者 那么再搞明白了上面这些基本的信息 我们再来看这次新爆出的涡扇19 这是一款为四代中型舰载机配套的四代中推力涡扇 和飞机一样 发动机也分三代和四代 上面说的F100 F110 AL31 太航属于第三代大推力涡扇 而中美俄给四代机标配的涡扇15 F119 F135 产品30 属于四代机 大推力涡扇 那么门槛是推重比超过10推力16吨以上 这里顺便说一下 F35的F135发动机 最新的增推数据已经达到了22吨 第三阶段增推目标是30吨 在发动机方面美丽还真是掌握核心科技 在中推方面 大黄蜂和英式装备的F404 阵风的M882 米格29的RD33和骁龙的RD93 还有歼35 现阶段的涡扇13 那么属于第三代中推力涡扇 推力6到8吨之间 紧随其后的第四代中推 有台风的EJ200 超级大黄蜂的F414 和歼35的目标发动机涡扇19 门槛是双十标准 推重比时推力10吨 而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材料技术的进步 中推力发动机的性能将获得很大的提高 那么装两台高性能中推的中型机 在最大起飞重量上 已经接近重型机的水平了 超级大黄蜂最大起飞重量 29.9吨 再加上雷达航电导弹的进步 中型机完全可以用更小的体型 达到原来重型机的作战性能 那么这一点在寸土寸金的航母甲板上至关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舰载机都向着中型机发展的原因 而相比关注度一直很高的两个大推型号 涡扇10太航和涡扇15额媒 中推的关注就少了很多 甚至还不如晕儿林的大九头 但是在迈向航空强国的道路上 每一种型号的发动机都非常重要 目前中国的先进中推 主要有涡扇13和涡扇19两个型号 涡扇13是俄罗斯RD93的仿制型 2007年成飞向巴基斯坦交付装备RD93发动机的骁龙时 遭到了印度的阻挠 经过协商 三方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法 中国先从俄罗斯把RD93买回来 然后再出口到巴基斯坦 但是这件事也让我们认识到 中推力发动机的自主研制的必然性 大推和中推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这就有了涡扇13泰山 那么涡扇13最大推力8.8吨 推重比7.8 大球间隔810小时 总寿命2200小时 主要性能都远远超过米格29的原版RD33 而涡扇13最新的改进型涡扇13E 那么最大推力9.5吨 推重比8.6 不仅是FC31最初的动力配置 也会是歼35第一阶段的发动机 甚至海军的歼35 有可能比空军的歼20更早拿到目标发动机 而根据此前 珠海航展上航空工业官方发布的信息 FC31目前最大起飞重量28吨 作战半径1250公里 要进化成歼35 机翼要放大 增强结构强度 强化前起落架加尾沟 一番操作下来 肯定要达到30吨的量级 那么顶着中型机 名头的重型机 那么装两台涡扇19 总推力20吨往上 在最大起飞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 推重比甚至可以超过F35C 再加上更加优化的超音速飞行性能 那么上了福建舰 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是够用了 从上面也能看出 航空发动机 它是个门类众多的巨系统工程 重型机的大推力涡扇 中型战机的中推力涡扇 那么民航大飞机和运输机的大寒道涡扇 直升机的涡轴 中型飞机的涡桨 要解决中国飞机的心脏病 不仅要攻克其中的一种 而是要打通所有门类 那么幸运的是 以上这些我们都有了 涡扇10 涡扇13 涡扇15 涡扇20 长江一千 将来还有新中运和空警600的涡桨 300吨级大运和轰扇20的大涡扇 航空发动机方面 中国已经迈入了世界第二梯队 这个就像一个金字塔 等级越高 玩家越少 从当年的遥不可及 到今天的旺旗向背 未来中国航空工业能不能实现超越 还得靠年轻一代了 从更大的范围看 发动机包括整个航空工业 也是要在更大的社会经济科技的系统中运行 同时也是这个大系统的结果 它不可能独自推进 所以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事业 屏幕前的诸位其实也有份 请不要小看自己 雷起这座金字塔也有你的功劳